我正式介绍一下 我是原来不老 红娘小妮 叫我小妮就行 张姐姐62岁 丧偶 白城市材料厂退休 退休金2000元 住房面积70平米 这12都多年了 多年了 最少就有20年了 最后多年了 最后他有 最少都有15年了 最早买的 最早就有10年了 10年还找到哪年了 咱啥也买的 张大哥如今穿的 每件衣服 都是十多年前买的 这些年 他几乎很少添置新衣 之所以会如此节俭 原因还得从妻子的过世说起 他买了以后 钱就是算算 当时我都傻了 我还心都没份 张大哥告诉我们 妻子在怀孕那年 被查出了患有先天性 风湿性心脏病 这些年为了给妻子看病 家里的积蓄掏空了 亲戚朋友也都借了个便 实际上那都是小钱 他那不行的话 就得进院 打那叫一种 那时候那镜头要我们 叫啥玩意 那一枝要好像 1000多吧 那年来 张大哥说 自己怎么可能不累呀 但既然两个人结为夫妻 那不管生老病死 自己都必须得负责到底 那时候的张大哥 每个月只有四五十块钱的工资 在巨额的医药费面前 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为了能多挣些钱 张大哥从当时工作的材料厂出来 做起了小生意 那时候的他 卖过鞋 杀过猪 捣腾过菜 也开过饭店 所有能想到了 挣钱买卖 几乎全都干过 尽管张大哥已经足够努力了 但每每想起妻子病痛时的模样 他就会责备自己 是不是做的还不够好 倒不下去 倒在上面的气 不能听到 对啊 就给那个背后 跌下了枕头裸起来 就跟着 我们家人 连我妈说话都是特别亲密 就是都他定他人气 孩子一整 家人一整来 我妈喊啥 我说哎 小叔 你妈 那孩子就妈啊 不知事 他看别闻不安 出来都不在你家 出来都不大仇 大仇说话啥 他心脏不好啊 尽管已经竭尽所能 但张大哥最后 还是没能留住妻子的命 相伴走过了16个年头后 妻子还是永远的离开了他们 我娘那一回家 一腿 下半一腿一门 我穿了一瞅 六味 心就好像后悔无家 就是妈心啊 就可能 就心就能 钱那么花了 还能赚回去 二正的是不是 十年不行 二十年 慢慢正活 妻子走了 张大哥的心也空了 人活着 起码回家还有个笨头 再苦再累 也好过 如今的天各一方 打他没了以后就睡眠不好 抽一手也睡不着觉 其实一变啊 你看就好像 刚一睡着就好像给医院的 都摆大碗 浪漫一花 横加醒了 完了一点觉都没有 完了就开始掉头 心情不好 这相干我五十一 我要头二手 知道 这是五十一 五十一 他刚死 对 刚没 刚没 刚没了 我留个记载 留个记载 因为我头二特好 真的 朋友老线 以前常听人说 一夜白头 觉得夸张 如今放在自己身上 张大哥信了 但女儿还小 更何况 欠的债还得还 张大哥告诉自己 得赶紧振作起来 在天津 北京那两年大宗 住的地下室 就是那个 我拿那个背后 褥子一捏都能 钻出水 把褥子全都冷 背后冷 就在那绑子 就是水 妻子走后的十三年里 张大哥南上北下的打工 终于还完了所有的债务 这些年吃的苦挨的累 那就别提了 如今女儿嫁人了 自己也退休了 张大哥觉得 是时候该为自己活一活了 如今再找另一半 张大哥想找个有演员 看着顺眼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 那就是身体一定得健康 身体健康又同是白城本地人 我们的红娘觉得 余秀岩余姐跟张大哥 还是比较有匹配度的 不知道这条红线 是不是能够牵队呢 余秀岩余姐 余秀岩余 余秀岩57岁 黎毅白城市人 个体经营 有双宝 商铺房 面积86平米 要说屋里这装饰 这摆设 这干净劲 可真是一点不比 那装修过的房子差呀 就连厨具上 也都被盖上了 精美的雷丝铺 一看咱们余姐 就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呀 这衣服是我自己做的 跟他俩搭的 不是这衣服是你自己做的 他这衣裤子 原来这家有两块 这三角贴到这儿 我看没啥搭的 我自己买块布做上 我把那块 这两块宰下来了 就贴这儿了 我还穿衣服 我都自己做 这个 买块布 他说是价格的 这是往我家 哎呀 哎呀 我这啥都穿呢 我喜欢 这也是我给做的 这也是你做的 你看我都不把边儿嘛 夏天的衣服买件多钱呢 我自己做不就什么样了 说话话话话的 买一个不像样来穿不好 像样呢 还挺容易 习惯捅固 这裁缝活是一方面 二呢 也是因为自己买布料 做的衣服便宜 于姐这勤俭会过的习惯啊 是打年轻时候就有的 因为每一分每一毛挣来的都是血汗钱 所以那时的余姐可以说是十分的细性 能省则省绝不错花一分钱 人家进土豆子的时候 你说顾位也是挑土豆子 就卖菜都是可摘的 别顾 我就天天不像现在这样 那家造的 那你剥了土豆 你得啥样 那头都是土 我上湖楼岛上海那的时候 我一瓶环泉水都没买过 就是我穿件衣服 乱着穿衣服都自己做 完了带钱 说坐过不不安全 就跟那水箱旁边 就跟那捉一宿 能省会过任干 再加上头脑灵活 那些年余姐和丈夫的粉条生意 是越做越大 日子也是越过越好 家里的生意如日中天 与此同时乖巧的女儿也出生了 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美好 但让余姐万万没想到的是 男人有钱就学坏这件事 有一天也会应验到自己丈夫的身上 那孩子小吗 我这不就有着孩子补出去挣钱了吗 他就自己开始卖货 外面女人就不好说了 我有个余婶说 那你有钱得把我的点 男人有钱就学坏了 我不能 他不带点 我就那么自信 他不带点 苦日都跟他过过来的 我不相信不带点 谁说都听不进去 你都不知道 那时的余姐怎么也没想到 从苦日子一起走过来的丈夫会背叛自己 他不能理解 昔日那个爱他疼他的丈夫 怎么就开始挑三拣四 毫无耐性了呢 出来他非得要较劲 说我不敢跟他理工 我说我怕啥 我也没啥事 较劲的就想 说出来 因为叫着一股劲 余姐跟丈夫赌气 协议离了婚 原本他以为这只是夫妻之间的闹闹别扭 回头等丈夫想明白了 也许就回来找自己复婚了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等来的却是丈夫早已出轨的消息 能共苦却未能同甘 对于余姐这个要奖的女人来说 吃苦受累都没事 唯独背叛罪是伤人 那女人不跟他过了 骗着我一百万走了 说得我也是不行 我都告诉什么 别给我劝 我都三三年还要告诉 我说你们好心吗 我领了 我告诉你们不行了 你就别忘记劝 于姐很坚决的婉拒了 所有前来劝他们复合的亲友 独自带着女儿生活 这些年慢慢疗伤的同时 于姐也渐渐的看开了一些事 想通了一些道理 今天我不少买衣服了 你看昨天又买件衣裳 还我不像原来能苦着自己了 我不能苦自己了 这也少开了 因为这也少开了 这一昨天也这昨天买 都57了 你说还像原来能会过 干啥呀 也活多大事 再那么活 自己都活得没有价值 曾经的自己 就是因为太节俭 太会过 而放弃了自己的形象 如今的于姐 要把这些都找回来 与此同时 她要找回来的 还有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 我现在已经找个伴 条件再好 你要是合不来 丑子不碎眼 再也不在一起也待不了 像我的人不注重物质 注重的人好 在跟于姐简单的介绍了张大哥的情况后 于姐表示啊 可以见面看看 聊一聊 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的红娘带着于姐来到了张大哥家 到了吧 这是六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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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两位介绍一下 姐可戴 加油 这就是余秀云 这就是张皮鲜 我张大哥 来 多有事 快坐这 快坐这 来 这一部分人 长得丑也不是丑 反正就一丑眼圆 多那么像你说 一丑就丑得挺厉害的 而且还不错挺好的身材的 长得丑也挺好的 初见第一眼 张大哥对于姐的形象挺满意 但于姐这边啊 却觉得稍微差了点眼缘 但毕竟长得好看与否 不是最主要的 主要还得看人咋样 所以还得再接着往下了解了解 给啥单位推的 我没有单位 我家那时候在这 哦 我一别来做什么 哦 所以你还小时候没做 别爱上 哦 该哪做声音 可批发市场 批发粉条了 哦 那时候是找总来买粉的 姐那时候是上上本批的 那时候大哥上菜 对 那时候给批发市场了 就是二中呢 一早建立 二中去计 对 就二中 二中大千万 一个是早些年拉过菜 一个是同一个市场批发过粉条 两人说起来呀 也算是半个同行了 就着这个话题呀 两个人开始 闹了起来 拉菜了就走到哪儿 走那个辽宁 那个北镇 送往这两地拉 要出去 出去 跑一趟出去一周啊 万八的是他 那钱多少钱 五六千也是他 万八千块钱 赶上赔的时候 一整 俩人一整 死了万也整 也整 先往给售光装一车皮 比那个装一车皮菜拉到海烂去 有一年就赶海烂 这个人啥 你批发市场里清磕 人的烂紧 大烂紧 那房子 旁的 知道吗 一个排队往里头顶 哎呀嘛 眼瞅我那菜 都比一车皮 里头汤水 一车皮菜 那是近期 近十万多一点吧 到那去 你说卖多钱 卖四千多钱啊 从那些买卖事上看着不透 你掌握不着买卖信息那个店 掌握着我要挣菜 他这一位是闯达运 你闯达运就是挣下培下的 我要做他买的 我绝对不会赔的 他掌握着那点 干啥都是 其实住买的就是信息掌握得好 不是信息掌握好 这玩意就这种事 都同样干这个的 都一个都跟鬼子溜 他拉啥他也不告诉你 你拉啥你不告诉他 有时整个一个裤腿 都撒眼着你 我们得掌握信息是第一桌 我说信息他说不是 就是信息 买卖就是信息 你信息掌握准了 他们就一个点子就没拿到 我要做买卖我都不那么累 我就观察 看准了就弄一下 看不准我溜的 我都不整 于解决着张大哥 在做生意方面差点意思 虽然现在这个年纪 也不涉及到做买卖了 但他也担心 俩人日后能不能落到一起去 我就在家呆了不干啥了 嗯 就去年没干 谁到今年能不能干 干啥呀 还要上工地呗 我爸有剩碗的 不是碗的 哪会咱们弄干 简直是在食堂给他做菜的 上门做菜 你也得给三千块钱吗 四千五 那你算出师了呗 对呀 有没有拿过就过出师了 你觉得我俩 对 饭店 烧烤店都干了 都开了 反正我这是旅战旅干 旅败旅战 我俩四位 不是说他做买卖 他正陪跟咱们都没管 我说的意思是说 你俩四位好像不能吃 对 对 我是慢快的人 你俩四位不一致 就比如说想人可能想不到一起去 就在这边余姐还在犹豫两人是否能喝啪的时候 张大哥那边在屋里问摄像的一个问题后啊 便将我们的红娘单独教会了屋里 张大哥得知余姐是离异的情况之后便直接跟咱们的红娘表示不能接受 但看之前张大哥对于姐哪儿哪儿也都挺满意的 咱一听是离异的就如此坚决的说不行了呢 这里我正迈我去这个坚决的 这里就是一招 我家他们刚买那年是五十几了 那时候 认识一个离异 这人一下就给我散一下 我叫我这眼睛特重感觉 就我哪处就不杀嘛 没有杀说什么 没有红过脸 这人就特好一说笑 帅心 一开始我也说了 我说你看你离异了 以后能不能跟南方来恢复啥 我要恢复就把我坑了给我散一下 因为说还是山盲 歧视上原来是不能不能 谢谢 我说你要跟他来通话 我要直到老跟他联系 我说我就地儿起来就走 你就是对我再好 我可能都不能留这个面子了 然后后来看 老通话了通话 就拉到最好恢复了 原来早些年张大哥触过一个离异的 但是对方却和前夫藕断丝连 曾经的这段感情给张大哥伤得不轻啊 所以如今对离异的已经有心理异应了 但因为之前我们对于姐和前夫的情况也有所了解 所以这边红娘决定再劝劝张大哥 就是说这会儿我也跟大姐聊她这个前夫这事 其实她前夫有回来掌握她 但是就多少人来说都没有用 就是说我不跟您 就是我跟这人不可能了 这就是不可能了 这玩意儿古话不说吗 什么说呢 死长好虑火长满地震 我一旦说了过半了过几年三年五年 八家人家两个人家夫妻之间还出来一回处了 就又把我弄下了 尽管红娘努力试图打开张大哥的心结 但可惜张大哥还是坚决地说不行 可见之前的她真是被伤得很深呢 红娘婉转地向于姐表达了张大哥的想法后 于姐也表示 既然两个人的择偶观有着如此大的差异 那就别硬往一块凑了 否则以后在一起了也是个隐患 心情老婆想到一起起就是这么回事 两人想到一起说到一起 这老婆在一起有意思 说话都说得起去 你没有共同员在几次岁上待着 没有共同员在几次岁上待着去